4月29日,中国足坛传来一条噩耗,年仅48岁的国族名将张恩华于世长辞。 有消息称,张恩华因28日晚在深圳庆祝生日过程中酒后突发心梗,最终离世,我们在惋惜的同时也不禁警醒。 在中国,心脑血管死亡率居疾病死亡构成的首位,高于肿瘤及其他疾病。 据推算,中国心脑血管患者有2.9亿人,其中每5例死亡中就有2例死于心脑血管疾病,估计每10秒就有1人死于心脑血管疾病。 心脑血管疾病高发人群包括有家族遗传史、吸烟酗酒、肥胖、绝经后女性和50岁以上人群。 心脑血管疾病预防和控制很重要,定期体检,防患于未然。 尤其高发人群,如果担心综合体检不够全面,可选择心血管专项检查。 日本最新引进的FFRCT心脏检查技术,拥有强大的分析技术,能为特定病人建立血流模型。 以无创方式评估心脏病人的冠心病血管血流情况,大大提高CT诊断准确性。 医生使用FFRCT就能准确识别可能导致心肌缺血的一些特定冠状动脉病变,通过血流储备分数以不同颜色的视觉方式呈现,让患者更加清晰地了解自己心血管情况,并帮助医生决定哪类病人需要进一步的侵入性测试或治疗。 针对心血管疾病患者,临床证明,干细胞疗法可有效修复身体可逆性损伤,降低心梗等心血管疾病的发生。 如今很多成功人士,年轻时只顾着在事业上的打拼,忘记了自身的健康,这已跟随自己一辈子的项目和工程。 希望张恩华的遗憾不会发生在更多的人身上。 关注注视会社东洋,让您和您的家人越来越健康美丽。